疑似未保持安全距离酿货 小货车驾驶行进台去四线快速道路台中弹子断石 前方车辆突然踩煞车 驾驶反应不及 情急之下方向盘往左偏 撞上分隔岛之后 整辆车又转了180度 最后侧翻横躺在内线车道上 过程相当惊险 白色小货车行进中突然整辆车往左偏 90度线撞分隔岛后 车子又旋转180度 最后侧翻横躺在内线车道 小货车左侧车头毁损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这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4号中午1点左右 40岁的无姓驾驶开着小货车 行进台74线快速道路19公里处台中弹子路段 疑似前方车辆突然踩煞车 它煞车不及 前期之下把方向盘往左偏 加上当时是空车才会失去重心 酿成意外 因前车煞车导致其煞车不及 而往左碰撞中央风格岛 驾驶经检测 无酒精反应 小货车左前车头回损 驾驶手脚擦错伤 松移后没有大碍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由于当时疑似天气不佳 还有些飘雨 因此警方也呼吁用路人 除了保持安全距离 余天期间 汽车车更容易打滑 应放慢速度 也要实时检查台湾深度 避免产生水漂现象 衍生事故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